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 继续进行讨论四项第一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及重计表 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后续处理程序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 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成立 按单位或基金别逐项宣读后 均暂行保留等协商后再行处理 营业部分交通委员会 甲交通部主管 请宣读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甲交通部主管一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一业务计划 因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转投资 重大支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之询查 结果随同调整 二营业收支 一营业总收入 改列为2865亿0145万9千元 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 改列为2759亿8865万1千元 三税前净利 改列为105亿1280万8千元 三服务成本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四转投资计划 五列数 五重大支建设事业照列 六资金运用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盈亏波普 转投资及重大支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其通过决议35项 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 请宣读 二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 二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 一业务计划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转投资 重大支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营业收支 一营业总收入 改列为283亿6339万7千元 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 改列为312亿0910万4千元 三税前净利 改列为28亿4千 税前净税 改列为28亿4570万7千元 三服务成本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四转投资计划无列数 五重大支建设事业 改列为84亿6440万4千元 六资金运用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盈亏波普 转投资及重大支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其通过决议73项 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 请宣读 三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韩台湾港务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区土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三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韩台湾港务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区土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业务计划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转投资 双大支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营业收支 一营业总收入改例为210亿9903万4千元 二营业总收入不含所得税费用 改例为140亿6472万元 三税前净利 改例为70亿3431万4千元 三服务成本 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四转投资计划 五重大支建设事业均照列 六资金运用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盈亏波布 转投资及重大支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其通过决议35项 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 请宣读 四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四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一业务计划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 转投资 重大支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营业收支 一营业总收入 改列为210亿 零一百七十八万四千元 二营业总支出 不含所得税费用 改列为137亿 二千八百三十余万一千元 三税前净利 改列为70亿 七千三百四十七万三千元 三服务成本 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四转投资计划 五列数 五中大支建设事业 改列为一百一十九亿 五千八百九十二万九千元 六资金运用 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盈亏 迫不准投资 及重大支建设事业 等上支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七补办预算 照列 八通过决议四十七项 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 报告院会 本案交通委员会 审查之各单位 预算及决算 均暂行保留 做以下决议 并按请苏院长召集协商 协商后再行处理 继续进行讨论四项第二案 产业创新条例 第十九条之一 及第七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财政两委员会 于107年4月12日 决行联席会议审查本案 由经济委员会 高召集委员之旁 担任出席 会中邀请经济部审部长 容金列席说明 并答复委员咨询 令邀请财政部副税数的 派员列席备询 与会委员听取报告后 行任本案却有尽速修正之必要 将本案审查完毕 全案审查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 约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高召集委员之旁 于院会讨论时补充说明 宣读外毕 请召集委员高委员之旁 补充说明 高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 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第68条第二项规定 本案做如下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讨论事项第三案 植物防疫检验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纪委员会于107年4月11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由召集委员高士旁 担任主席审查本案 会中邀请新政院农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聪贤等 练习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咨询 与会委员听取报告 进讨论后将群恩病案审查 文俊理据审查报告提报 约会讨论 约会讨论本案前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政委高志鹏 于约会讨论时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审查报告 本月社会福利及 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7年4月12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会议由邮召集委员 代言担任主席 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等 分别应邀列写说明被寻 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 寻答及大题讨论后 全其对访案进行逐条审查 及讨论 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 交换应届后达成共识 将群恩审查完毕 原经决议 另外您据审查报告提报 约会 本案于约会进行二读前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由邮召集委员 太原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邮委员太原补充说明 邮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 医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 本案做如下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 传染病防治法第28条第30条 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社会否定及 卫生环境委员会 于107年4月12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审查本案 会议由邮召集委员太原 担任主席 卫生福利部部长 陈时中等 分别应邀列席说明被询 与会委员于 听取说明寻答及大体讨论后 全集对访案进行审查 及准备讨论 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 交换应件后达成共识 将全案审查玩具 原经决议 全案审查玩具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 本案与院会进行额图 全部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法案时 由邮召集委员太原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邮召集委员太原补充说明 邮召集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 一立法院执选新司法第68条 第二项规定 本案做如下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讨论事项第六案 统计法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3月29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由王正习委员中昌 担任主席选朝本案 会中主请提案委员 陈内宿美赖时宝 分别说明提案要职 行政院主席总处 朱主记长则明报告 行政院提案于回应委员提案外 并答复委员咨询 亦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 及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训 余会员于听取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职 及主管机会首长报告与回应委员提案 并进行询导后 选及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 原完成审查令通过附带决议二项 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由王正习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王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 依立法院执行新司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 本案做如下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讨讨论事项第七案废止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7年4月9日召开全英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召集委员段一康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职外 相关机关议应要职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余会委员约于听取报告并寻查完毕后 省略大庭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将本案审查完均 审查结果为监察院 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同意予以废致 原请决议本案审查完均拟据审查报告提醒外交公爵 约会讨论前不需交友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一康出行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段委员一康补充说明 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友党团协商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 依立法院治权行事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 本案座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 讨论事项第八案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7年4月9日 召开全天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召集委员段一康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邀请外 相关机关意应邀请派代表 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寻答完毕后省略 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将本案审查完毕 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毕里 据审查报告提起约会公决 约会讨论前不需交友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一康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段一康补充说明 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友党团协商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 毕丽法院执行刑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 本案做如下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讨论事项第九案 下水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上代协商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案 法医司法第37条 及第53条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一案 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二案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三案 法务部组织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四案 法院组织法 增订第114条之二条文 及第73条 副表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五会期 第八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卢委员秀宴声明 对上周五之所有表决 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报告院会 本次会议议程 锁列讨论事项 军理处理完毕 下午五时继续开会 处理临时提案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请柯智恩委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发言 本院委员 李燕秀等十一人临时提案 有鉴于少子化问题严峻 原建请行政院尽速规划全方位之少子化对岸政策 并考量前瞻基础建设中原规划育儿百宝箱计划喊停之后 原有经费一亿六千万另做改善我国少子化之用 积极鼓励生育并建构合理生育的环境 作为投资未来策略 缓和人口老化速度是否有当 请公决案 本院委员 李燕秀等十一人提案 座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处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吴志阳委员 吴委员不在本案占簿与处理 接着请曾明忠委员 曾委员不在本案占簿与处理 接着请徐玉仁委员 本院委员 徐玉仁等十七人 有鉴于2015年新北市低地板公车身心障碍 与陪同人调查显示 近七成之身心障碍受访者 皆遭遇过公车站牌附近 人行道遭公共设施挡住公车 镀岩板延伸放置位置 因此上车受到阻碍之情势 原提案要求主管机关 于三个月内提出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第53条第三项修正草案 针对不合适操作镀板之公车车站牌 进行改善工程 并于公车站内设置轮椅停靠区 方便轮椅使用者及其他有需求者 搭乘滴地板公车 是否有当进行公爵 本院委员徐毅人等17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援处 请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严宽衡委员 严委员不在 本案站不议处理 接着请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北院委员蒋乃馨等18人 根据台北市警察局统计 去年台北市城抗件数 共有2742件 平均每天都有7.5场 市警察局投入的 十余万警力回安 高频率且繁重的聚众勤物 让基层援警苦不堪言 行政院去年开始编列 警察机关执行大型活动 或重要勤务人员奖励金 因此资源承抗的援警 每人每天最高 可以得到800元 但基层反应 原本以为奖励金是福音 但今年发放的标准严苛 并非所有勤务都符合标准情理 为维护援警健康与合法权益 本席等要求行政院放宽 请领标准 给参加承抗勤务远警 定期健康检查与输押辅导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本院委员蒋乃鑫等18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处 请问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罗明才委员 罗委员不在 本案暂不已处理 接着请李坤泽委员 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4人 建立《客家疾病法》 以明文规定 《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 应推动课语为公式语言 服务于该地区公教人员 应加强课语能力 但实际上 有近市城的重点发展区 为落实公式课语的服务 去年度国家考试首度纳入 课语口试项目 为扩大公式课语服务的能量 落实《客家基本法》的精神 原始 要求相关国考录取人员 应优先分发至 客家重点发展区域中 还没有推动公式课语的行政区 而针对尚未推动公式课语的行政区 也应鼓励公务员报考课语认证 或进修课语 并广纳熟悉课语的民众 担任志工服务 以扩大公式课语的应用比例 是否有当 请公决 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4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及考试院严处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第八次会议讨论四项第一案 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二条文之决议 第二案 关税法第十七条第八十四条及第九十六条条文之决议 第三案 海关棄丝条例部分条文之决议 第四案 公职人员选取罢免法部分条文之决议 分别提出复议 请公决案 以上四案 现做以下决定 令定期处理 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现在上会